我们都知道避免群聚 但是呢现在倒垃圾成了防疫的破口了吗 我们来看画面 现在有民众拍到了 他去倒垃圾的实况 资源回收车挤满了一堆人 虽然大家都戴口罩 但是呢这样人挤人的情形 跟现在所谓的保持社交距离 完全是背道而驰 现在有民众反应了 最近倒垃圾都感到很恐怖 环保局人员高举力排 上面写着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 争先恐后的民众真的有看到吗 一包包垃圾往垃圾车里丢 没有问题 但资源回收车这样的社交距离 让人胆战心惊 那你去倒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恐怖 会啊 就会特别避开 会 所以会离得远一点 有人多的地方就不要去 担心说人多了挤在一起 真的是有点危险 也算团聚嘛 应该要改变一点 尤其在现在的防疫的严重的情况下 民众的疑虑不是没有根据 倒垃圾期间 人挤人的老问题 没有因为疫情而降低 听见垃圾车音乐响起 民众一窝蜂丢垃圾 环保局无法可管的情况下 也只能百般叮咛 我们垃圾车的准点率是很高的 那我们也呼吁民众 那你不用提早 太早时间出来倒垃圾 那如果你出来倒垃圾 在等待垃圾车的时候 那我们希望你能够保持一些安全的社交距离 民众素养是防疫关键 倒垃圾是生活一部分也是民众的日常 但防疫是同作战 一点疏忽都有可能让疫情升温 只是像画面中这样的场景 在疫情当下 还是能避免就避免 人间卫视郑炳城谢成哲 台北采访报道